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潘旭,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主要说的是,如何通过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从而让自己真正实现改变。 我们肯定都有过这种感受,每当自己想要变得更好,但是发现总是达不到自身期望,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就会陷入到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中。 比如说,我想减肥,我总是熬夜,我又没有学英语,等等。三五年过去,同一个自己还是同一个愿望。 在我们想做和实际做到之间,好像总是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造成这条鸿沟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由于自己缺乏动力,或者是意志力薄弱。 不过这本书的作者福格却不这么看,福格认为,无法改变,可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算在自己身上,而是我们为做出改变所采取的方法不对。 换句话说,能否实现改变,就是论事地说,这是一个行为设计问题,而不应该被质疑是个人能力或者是品质出了什么问题。 那福格这是在为我们无法改变,找借口开脱吗?还真不是。福格已经研究人类行为超过二十多年,可以说,行为设计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就是福格一手创办的。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家,迄今为止,福格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帮助超过十二万人,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改变。 在商业领域,福格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叫硅谷亿万富翁制造机,因为福格曾经指导过学生创造了一系列风靡世界的互联网产品,比如在美国大伙的社交软件Ins和Clubhouse等。 可以说,基本上互联网的产品设计和用户研究的底层逻辑都离不开福格提出的这套行为模型。 那么这套行为模型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福格做出的巨大成就就在于,他把人类产生行为的本质简化成了一套通用的模型。 而这套模型的要素极其简单,就三个,动机、能力和提示。 福格认为,当这三个要素同时出现的时候,行为就会发生。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和我一样觉得有点奇怪,每个人想要改变的行为不同,有消极的,有积极的,促使改变的原因也不一样。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成长环境也不一样。 说到底,人类的行为太复杂了,怎么可能能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模型就能解释得通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曾经一直困扰福格很长时间。 经过多年的研究,福格终于在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背后,找到了这种共通之处。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就是福格第一次完整分享了行为设计的模型与方法,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来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接下来,我就分成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步法,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福格行为模型? 为什么福格会说,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来进行拆解呢? 第二步法,在理解了行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说说,怎样通过设计自己的行为来养成好习惯。 对应前面提到的行为三要素,福格研发了一整套清晰的行为设计的步骤,这些步骤将指导我们一步步切实做出改变。 好,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福格行为模型? 前面提到,福格行为模型指的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拆解成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 也就是,我想做,我能做,和现在就去做。 福格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来表示,为B等于MAP,B指的就是英文单词行为的首字母,而MAP则分别指的是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福格认为,如果某个行为我们始终做不到,那一定是这三个要素没有同时发生作用。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入观察一下,B等于MAP这个公式,就会发现,这个公式多少有些奇怪的地方,因为里面并没有人们常常提到的意志力这个要素。 如果凭实践经验来看,意志力对我们能否坚持一个行为,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意志力强的人好像做什么事都能成功,而自己无法坚持,很多时候也都是因为意志力薄弱,不够自律。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福格通过科学研究发现,能否实现行为改变,关键还真不取决于你是否有意志力。 关键在于,你能否同时集齐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 注意啊,同时很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要同时集齐三要素呢? 比如说我就是动机特别强,特别想做一件事,难道还做不到吗? 再或者是我动机一般,但是能力很强,这件事对我来说做起来特别简单,也可以吧?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详细了解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 它们分别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都有哪些缺陷。 首先是动机,也就是人们想做某件事的欲望。 福哥认为动机很重要,任何尝试改变别人的人,都只能帮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也是福哥行为模型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试图装睡的人,如果我们观察市面上很多成功的产品和服务, 他们所拥有的共性也是顺势而为,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 强烈的动机很适合你去做那种一次就能完成的事, 比如说踩着点冲到机场赶飞机,或者是在危急时刻救人。 但是遗憾的是,对那些有助于我们变得更好的长期行为, 比如说健身、戒烟或者是坚持阅读,动机能发挥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而且它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完全不可靠。 说白了,一遇到事,动机就容易掉链子。 福格曾经接触过一个改变动机非常强烈的学员,叫做朱尼。 朱尼是一位节目主持人,工作特别忙。 朱尼特别爱吃甜食,尤其是冰淇淋和蛋糕。 他觉得工作节奏过快,需要补充一些糖分才能让自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虽然朱尼也知道,过量的糖分收入对身体并不好,但是他也没太当回事。 直到2015年,朱尼才真正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朱尼的母亲因为糖尿病去世,随后没过多久,她的两个姐妹也都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朱尼猛地发现,自己爱吃甜食的事已经快失控了。 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朱尼拥有强烈的动机,肯定能戒掉吃甜食的坏习惯。 事实刚开始也是这样发展。 那段时间,朱尼满脑子想的都是快速戒掉甜食,于是她尝试了几次戒断法。 但这些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效用。 随后,她就会感到很难受,开始自暴自弃。 而最终的结果是,朱尼又开始狂吃甜食,任由体重不断增加。 她甚至已经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得糖尿病了。 这就是动机的缺陷。 有一项医学研究调查显示,假如心内科的医生告诉病情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如果他们不改变原先的生活习惯,将会必死无疑。 但即使是这样,也只有七分之一的人会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那其余七分之六的人是不想活了吗? 当然不是。 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也知道该怎么做,但就是无法改变。 因为仅仅依靠动机,是无法支撑行为改变。 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一方面,动机波动非常频繁,可能今天受到什么刺激之后,你的动机就会冲到顶峰,但是过几天就会急转直下。 另一方面,动机非常复杂。 有时候你根本搞不清自己想做某件事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做这件事能够得到奖励,也可能是因为身处某个环境当中受到他人的感染。 总之,动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不可靠。 好,那如果动机不行,我们依靠能力呢? 这也是复刻行为模型当中的第二个要素。 能力当然是做出任何行为所必须的,但是关于能力要素,复刻提醒我们,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在于,人们一般喜欢高估自己的能力,总觉得这件事如果我来做,要么能做到最好,要么干脆不做。 实际上,这种观念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真正做出改变。 福哥在书中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觉得每天做七分钟的健身操难吗?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肯定不难,这确实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还是做不到呢? 福哥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经验发现,实际上有五个因素组成了一条能力链条,而你能不能做到某件事,取决于其中最薄弱的那个环节? 难就难在这儿,它们分别是时间、资金、体力、脑力和日程。 我们可以用这个能力链条来拆解下这个七分钟的健身操。 首先,时间,每个人肯定都有七分钟的时间,这至少比每天用三十分钟来健身肯定要容易得多。 其次是资金,基本上可以说约等于零,因为这个行为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不需要你去健身房,也不需要你花钱。 再之后是脑力,健身操的动作也不复杂,练来练去可能就是那几个动作。 然后再是日程,那跳一个七分钟的健身操应该也不需要你调整一天的日程安排。 那最后,只剩体力了,薄弱点可能就在这儿。 对于很多人来说,七分钟的运动量不算什么,但是有很多APP都在训练过程中让你快速加大运动量,运动难度一下子上升,七分钟结束可能就会让你觉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且对于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来说,每一分钟的时间都会感觉特别漫长,也没有什么愉悦感,所以单单这一个体力因素可能就会阻碍你养成每天跳七分钟健身操的习惯。 好,我们刚刚说完了动机和能力,显然这些都不够,那还差最后一个要素,提示。 提示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数百个提示,但是却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与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 比如说,绿灯亮起,你会踩下油门,超市里有人给你递一块蛋糕试吃,你顺手接过来。 电脑上弹出邮件提醒,你点击打开,这些都是提示。 提示就是在对我们说,现在就去。 那提示对于一个行为的发生有多重要呢? 有人就做过一项实验,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他的桌上放上半杯水,而且放在左手边的效果要比放在右手边好很多,大约每天能让这个人多喝四杯水。 你看,人要多喝水这个动机谁都有,喝水的能力当然也不缺,那如果还是不喝水,缺的就是提示。 提示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你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但是如果缺少提示,你可能就会忘了这件事,行为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不过,福哥强调,提示和前两个要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动机和能力是持续存在的。 虽然有强有弱,但是最起码一直都有,但是提示不一样,它是非此即彼的。 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提示出现,你要么注意到它,要么忽略它。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提示,或者提示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那行为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如何设计一个对的提示,至关重要。 让它在恰当的时间出现,恰好能引起你的注意,你就会立刻行动。 好,到这儿,我们就已经详细了解了福哥行为模型当中的三个要素,同时及其动机、能力和提示,行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 不过,实际上我们还留了一个问题没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说,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来拆解。 因为在福哥看来,理解行为就能够影响行为。 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通用模型,下一步就可以试着观察人类的行为机制,并思考该从哪入手采取措施。 我们可以通过书中的这个案例来进一步分析。 福哥在训理营中认识了一位学员叫凯蒂。 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高管,工作效率极高。 每天下班前他都会收拾办公桌,把桌上的便利贴归整为待办,已完成和处理中三类。 第二天来上班,凯蒂看到整齐的桌面,心情也会很好,充满干净。 但是凯蒂也有一个坏习惯,急待解决,那就是在床上刷手机。 凯蒂很讨厌自己的这个习惯,但就是停不下来。 年初的时候,凯蒂决定每天都去运动,所以就订了早上四点半的闹钟。 有时候他确实是运动,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没去。 这并不是因为他放去运动了,而是因为他虽然每天起得很早, 但是经常一拿起手机就会刷很长时间。 紧接着,一看时间来不及了,就赶紧起床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每次凯蒂没去运动也会很自责,但是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情况。 凯蒂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也算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但却始终改不掉刷手机这个坏习惯呢? 你看,整理办公桌和刷手机,一个好习惯,一个坏习惯。 虽然两种行为给凯蒂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但其实他们的组成要素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说整理办公桌这个行为。 凯蒂的动机处于中等水平,能力偏向于容易做到, 因为三分钟就能搞定,也不会耽误接孩子放学。 如果一开始他选择打扫整间办公室, 那可能时间一紧就不会继续做了。 再说到最后一种要素,提示也有, 因为一关电脑就代表工作结束,可以整理办公桌了。 但是他怎么才能借掉刷手机这个坏习惯呢? 降低动机显然不太可能,因为每天早上看到有人给自己的朋友圈点赞评论的时候, 他也挺开心的,因此动机一直维持在高水平。 再来说能力,只能提高在床上刷手机的难度, 凯蒂就尝试着把手机放在隔壁房间的柜子上。 但是如果早上闹铃响了, 他还是会下床拿走手机, 闹铃显然就是一个提示。 于是在福格的建议下, 凯蒂到了晚上就会把手机放到厨房, 相当于在他和手机之间增加的这段空间距离, 让刷手机的行为变得更难了。 然后凯蒂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特别老式的闹钟, 相当于消除了刷手机的提示。 这个方法实施几天之后, 凯蒂就开始按照原先的计划运动了。 凯蒂说,虽然这些都是小事, 但是却能够让人意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可以通过行为设计来改善。 尝试用福格行为模型观察世界, 您就会发现, 真正让行为发生改变, 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力高低, 或者是自身的品质好坏, 而取决于是否有科学的方法。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方法, 如何通过行为设计来帮助自己培养好习惯。 过去,我们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方法很简单, 无非就是重复。 你做的次数多了, 自然就能固定成一个习惯。 所以有人就提倡用7天或者是21天的时间 来重复某个行为形成习惯。 但是福格并不认同这个方法, 他通过研究发现, 创造习惯的关键并不在于刻意重复, 而在于保持积极的情绪。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要养成很多好习惯, 好像很困难, 要跟自己较老大的劲。 但是你会发现, 从原来习惯看报纸到现在习惯用手机, 从原来习惯在马路边等车, 到现在习惯每天用打车软件, 这些改变就很容易, 而且完全不费劲。 同样是行为改变, 为什么这些习惯养成就能够轻而易举? 关键就在于积极的情绪, 瞬间刺激大脑产生了多巴胺, 多巴胺帮助我们记住了那些可以产生良好感受的行为, 这样大脑就会把那个行为和积极情绪作为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线, 进而产生对未来的期望。 所以在福格看来, 行为设计的本质就是情绪设计, 只有把一个积极的情绪扎根到这个新的行为当中, 这个新行为才能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不过, 积极的情绪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如果我是一个忍耐力很强, 可以多吃苦多坚持的人呢? 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 也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透彻, 福格在书中引入了一个词, 决策来和习惯这个词做个对比。 决策通常是指我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 所以不是完全自动化的, 你会动用大脑的理性系统来做分析。 但是注意啊, 习惯不同, 习惯指的是你不假思索后就会做出的行为, 大脑一般是不经过思考的, 它是自动化的, 那今天我做出这个行为感到开心, 下一次也就还愿意做。 长此以往, 这样才能下意识地形成习惯。 所以, 围绕积极情绪创造习惯这个根本, 福格在这本书中也画了大量的篇幅, 给出了一整套清晰的行为设计步骤, 一共有七步, 非常细致, 为了编语记忆, 我为你总结成了三大步, 分别对应这三个要素, 建议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打开文稿, 边听边画个重点。 好, 那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 对应动机这个要素, 我们要走的第一大步, 就是怎么在一大堆自己想做的那些事情当中, 找出让自己感觉最好的黄金行为, 然后决定就选它了, 要把这个行为固定成我的习惯。 动机都是很抽象的, 比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身体健康, 从工作当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对孩子更有耐心等等, 有实现改变的愿望, 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发散, 后收敛, 发散指的就是要先找到, 在这个大的愿望之下, 我们能想到的所有具体的行为, 然后再收敛, 在这么多行为当中, 选出你觉得最匹配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黄金行为。 举个例子, 福格经常感到压力很大, 睡不好, 他的愿望呢, 就是能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 围绕这个愿望, 福格在卡片上用5分钟, 写出了25个和改变睡眠有关的具体行为, 比如晚上7点之后, 要把手机设计成飞行模式, 或者是安装一个遮光的窗帘, 再或者是晚上用15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睡前的身体拉伸活动, 又或者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用白噪声来当成背景等等, 这些具体的行为, 都能够帮助福格来改善睡眠的质量。 接下来, 福格要做的就是选择。 怎么选呢? 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行为对于改善睡眠的质量影响大吗? 第二, 这个行为我真的能做到吗? 两个问题分别是两个维度的网筛子, 帮助你找到那个对自己真正有效的, 哪怕在最忙碌, 最没有动力, 或者是状态最不好的情况下, 也能够做到的行为, 而这个行为就是黄金行为。 好, 完成了第一步之后, 我们再来说第二步, 对应能力要素。 前面我们提到, 你能不能做到某件事, 取决于时间、 资金、 体力、 脑力和日程这几个因素中最薄弱的那个环节, 因为能力看似稳固, 实际上非常脆弱, 所以对付能力要素, 最有用的诀窍就是简单。 福格说, 简单是他教给学生最重要的东西, 简单才能够彻底改变行为。 福格常年在商业领域工作的时候, 会观察什么模式能够行得通, 什么行不同, 时间久了, 他发现成功的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模式, 就是两个字, 简单。 苹果和谷歌的产品策略是这样, 他指导学生做出的社交软件, 硬死也是这样。 硬死之所以能够在多个同类产品中杀出重围, 靠的就是功能简单, 设计简单, 用户只需要点击三次, 就可以上传照片并且进行分享。 商业逻辑需要把握人性,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同样如此。 老子在《道德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叫, 天下难事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必作于习。 一个行为只要足够简单, 足够容易, 你就能够从这个行为开始, 一步步做成几乎任何事。 所以第二步行为设计, 就是要把我们前面选择的那个黄金行为, 拆解成一个最微不足造的习惯, 从它开始。 把你能做这件事, 变成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 比如设计一个简单的入门步骤, 或者是缩小这个行为的规模。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每天养成快走一公里的习惯, 入门步骤就是穿上运动鞋。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 你不用急着去做更大的行为, 或者是提高标准。 如果你不想快走, 只穿一穿运动鞋也是可以的。 穿上之后还想不想走, 这谁能说得定呢? 你肯定想不到, 福格曾经也用这样的方法, 帮助过一个朋友, 养成了每天做早餐的习惯。 福格提出来的入门步骤也很简单, 就是让他每天打开燃气灶, 空烧几分钟, 然后再关掉。 福格在这里提醒我们, 千万不要觉得看不起每一个微小的行为, 因为它将会成为我们能够撬起地球的第一个支点。 好, 到这儿,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前两步, 如何选择黄金的行为, 如何从一个最微小的习惯开始。 接下来第三步, 对应提示这个要素, 行为设计的方法, 就是要找到一个对的提示, 然后真正去做。 前面我们提到, 设计一个对的提示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提示的时机不对, 或者是没有引起你的注意, 行为就不会发生。 你肯定也意识到了,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信息提示都是无效的, 比如手机上满屏的小红点, 它们被设计出来的本意,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有效的提示, 让你打开那个APP。 但实际效果大多都是形同虚设, 如果你也是那种要按三四次延迟闹钟按钮, 才能起床的人, 肯定也能感受到, 手机闹铃的提示其实也没多大作用。 那么, 到底该怎么设计一个对的提示呢? 福哥给我们推荐的方法, 就是要找一个你日常生活中的既定动作, 比如刷牙, 停车, 冲厕所, 穿鞋, 关电视等等, 然后让你想要培养的那个微小的习惯, 接在这些既定动作之后。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在福哥看来,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既定动作, 就是一套最自然的提示库。 我们原本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不用动脑子就会做的行为, 那如果一个新的行为, 能够接在这些既定的行为之后, 就会变成完全顺手的事。 比如有个学员就发现, 能让自己养成多喝水的习惯, 最好的提示, 就是在他每天浇完花之后, 因为他把这两个行为都看作是补充水分, 浇花会提醒他自己也该多喝水了。 再比如, 福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会把要用牙线来清洁牙齿这个新的习惯, 放在自己把牙刷放下这个动作之后, 因为这个动作就相当于提示, 自己现在要准备拿牙线来清洁牙齿了。 一套流程只要衔接的足够流畅, 直到最终能够形成条件反射, 这其实就算是微习惯编码成功了。 但是到这一步其实还没有结束, 发生微习惯之后, 福哥也再三强调, 一定要庆祝。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 行为设计的本质就是情绪设计吗? 哪怕我们做的事微不足道, 看起来好像压根不值得庆祝, 庆祝也是帮助我们养成习惯最重要的技能。 福哥就在书中提到, 如果他有机会亲自指导你一起练习, 他就会先教你进行庆祝, 然后再教你该如何应用这套行为模型。 因为一个简单的庆祝, 是能够让你感受到积极的情绪, 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的, 最直接的方式。 庆祝的形式当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可以简单做一个胜利的手势, 又或者是可以小声对自己说干得漂亮。 这里面的关键点就在于, 庆祝要么是在微习惯的这个过程当中, 要么就必须是在你做完这个行为结束的那一刻。 注意啊, 如果你早上做三个俯卧生, 晚上再奖励自己看场电影, 这种庆祝就是完全没用的。 因为大脑中的多巴胺, 是无法在两者之间形成因果联系的,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 在你做完三个俯卧生之后, 可以立马对自己说一声干得漂亮。 也许你觉得好像做三个俯卧生不置一提, 或者是这样显得有点傻, 但是别忘了, 大脑能够通过因果关系, 帮助你养成良好的习惯, 它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此刻已经不一样了。 总之, 在俯博看来, 让你通过感觉更好, 而不是感觉更糟来实现改变, 这才是微习惯的精髓所在。 好, 今天的这本福格行为模型,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总结一下, 福格行为模型说的是, 当动机、 能力和提示这三个要素同时出现的时候, 行为就会发生。 运用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 从而更好地观察这个世界。 在方法层面围绕积极情绪创造习惯这个行为设计的核心,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实现改变,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选择一个黄金行为, 其次呢, 是从一个最微小的习惯开始, 找到对的提示, 最后是立刻庆祝, 让自己感觉更好。 如果以上这些步骤你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复杂, 不太记得住, 我建议你一定要把握这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 要做自己已经想做的事。 第二, 坚信简单才能够改变行为。 第三, 想办法让自己不断感受成功。 好, 《福格行为模型》虽然是一本精进类的书, 但是它不仅仅适用于我们个人的生活, 也适用于职场工作或者是企业的组织管理。 从我个人来说, 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对我而言, 这本书它更像是一位智者积累多年的操作手册。 小到每一个螺丝钉中的螺母的型号, 大到整个系统的运转机制, 福格都一一记录其中, 为的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本书真正做些什么, 让自己变得更好。 最后, 借用梁宁老师在推荐序中的一句话, 叫, 愿望不会改变现实, 行动才会。 所以从今年起, 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试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本书的全版电子书已经附在了文稿末尾, 欢迎你去读一读, 恭喜你又听完了。